好因為這一隻角色我們我設定他 這隻已經比我們雞蛋更擬人化了 這其實我更他是一個更生物體 所以我希望他在彈往下彈的時候 我不希望他直接往上一碰就起來 我希望他有像擠壓在落下然後蹲下再彈起 所以我們這邊的key我們這邊我們先複製 我想要留一些格數給他 我希望他在這裡做擠壓蹲下再彈起 好這裡 我們這裡就可以開始抓一下感覺時間 是不是我要蹲的感覺 那一開始調動畫我們可能就抓不太到這個感覺 不過沒關係我們之後就preview 算出來我們一個一個比較動畫 再來做我們動作的微調 好這裡來講說我們怎麼preview呢 這preview他的路徑 review render 他的路徑他是跟隨我們的output 他output的預測是在temp 是在我們C槽的暫存區 而這裡像我們其實不是我們要的嗎 我們就可以選到我們自己所需要的地方 像我們存在桌面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 然後這邊用選擇 我可以選擇 然後給他 使用選擇 去桌面 我們開開 Millennium 地步 review review preview 的資料夾 給他 s small s small chicken 好 接受 這裡他預設是PNG 所以我們這 preview 出來他會用PNG序列去算 所以我們這裡我們把它改掉 因為我們只是 preview 我們只要看影片就好 coding 預設是H264 這就是我們比較 這個編碼其實就是存成我們平常 的 平常使用的MP4 好我們這個時候我們來 preview 之後我們調動作幾乎每個步驟我都會存 preview 然後我們來看說一路像我們這樣調過來 以後我們所謂動畫的改變 好 然後算完我們可以把視窗關掉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開視窗的方式 來看到我們這裡 找到我們的路徑 來看看我們的動畫 在這裡的話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播放器可以 循環播放的播放器 這樣我們才能看完整的loop的動畫 好 看一下設置播放 這個部分我再找一下 好這裡我換了一個播放器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loop的動畫 好這裡其實就是我們做一個紀錄 好 這裡的話我通常賺完後我會把它改名字 因為之後他會 因為之後他會 命名他會把它覆蓋過去 所以這裡我就拿01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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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這就是關於preview的部分的使用 這就是關於preview的部分的使用